够不够啊 这下 够了 够了 五十 啊 五十 五十 这为啥要用手撕呢 手撕 就是俗传 培养钩的地域手撕没用到的 没用到的 鲜的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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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那边是四代人吧 我的第三代 一个来锅 国外都有人过来吃你的鲜肉 对 这太厉害了 那现在 他跟着翻译嘛 我也不做他门话 这个培养钩肉 就是从我们家去玩 最近都有一两千年 历史在我们家去玩 我们家从我一耳辈 一直到我父亲 王三王成高 是我父亲的名字 知道吧 老汤子 以老汤子为主 老汤子有多年了 老汤子我也说不清楚 从我一耳辈啊 所以记事都有了吗 从我记事都有 从我一耳辈干 一串下来的老汤子 每天都说在做 每天都在请 最多一包去年去年 一包三万四千块钱 最多一包 外地来的吗 三万四 一包问三万四 好不好 这是啥部位啊 哪条啊 哪条啊 哪条好吃吗 好吃 最好吃的肚肉粘 你说那个啥 狗身上最好吃的就是肚肉粘 就是肚肉粘 哪条啊 肚肉粘 就是肚肉粘 哪条 好 哪条肉 这里是配线的催战 催战是配线的狗肉之香 这个就是一个面包车 当第一个店 在这儿待了几十年了 我买的又给卖肉 我都开坏一个枪了 现在又买个屋的 就是大家看到你这个车 它就是你的照片 对 这个车就是我照片 他们都找我那个面包车 我溜散了 那你卖了四十多年了 对 你就从小就跟你家 我从小就跟我爷爷干 我家是说前第一名吧 我这是最老的场地 狗肉七原地 这不是老给人的 我必须在这个老给人的 不能放弃 像这一天能卖多少啊 家里 一天卖五六百斤 五六百斤 生的是不是 熟的 熟的 做好的 五六百斤 生的得将近一千多斤 一千多斤才能煮出来 这一杯多少条狗呢 我家狗就以烂为主 你看 肉折是烂了 是不是都香 对烂了 不烂 它烂分钟还不腻你知道吧 最烂的狗肉就是我们家的 最烂的最好的都是你家的 不烂不好吃啊 不入味啊 对不对 那你是你最觉得是最好的 还是大家说的 大家平安 我说我能好吗 出来多少年了 我说在这吃了多少年了 真的十多年了 对不起 反正我吃 今天这边有的是老客户 那我快吃了 那我快吃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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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先尝一口 来了就先尝一口 那我四块钱 那我先吃了 那我先吃了 一人三两 那我来 五六百块钱 五十块钱 三十那我几个钱 五十块钱 五十块钱四百 一人三两 十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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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十四 十五十四 十四 今天到 那我就走到外面了 Holly,我来来来来 这个天然 多吃 可以吗 它等于这样夹着吃 大哥香不香 香 肯定香 肯定香 肯定特餐 美味 肥豆美味 早大就拿吃 走到这就要尝一下 你是这附近人吗 徐柱的 那个怪远啊里面 来 第四宫里面 你这都是手撕啊 对 手撕要烂一点 入味 不带过的一样 那卖的不贵 这是狗脖子吗 这是腰椎 这是腰椎 今天呢 唐哥带我们来一下他这个配线 配线是全国 在全国来说是狗肉产量最高的一个城市 配线的狗肉呢 崔寨是最好的 今天我们来到的就是崔寨 他比较有名的一家 让唐哥给我们讲一下唐家的这个历史 唐家狗肉是四代主餐 我喜欢吃狗肉 我来那家吃过几十次了 我来那家吃过几十次了 我去点狗肚 这是狗肚 狗肚 你啥个男子 这是狗肚里边包的狗肠 这狗肚子狗肠 美啊 我先来尝一下这肉吧 那个口子我得心里得有个预期 我先少来一点点 它这个顺着 顺着丝的话 它是不是按着那个肉的面里丝 它嚼到嘴巴里面 那个口感会更好一点 比刀切得好一点 它呢就是卤肉 也没吃出来其他的味道 没有说可腥了 那种味道 就是就是平常的卤肉 但是比卤肉那个味道要稍稍重一点 要赖点 我吃这还行 最起码没有我心里想那么恐惧 喝点扭一下眼睛 哈哈哈哈 一片一片 它这个肉呢全是这种长条 就是完全顺着这个肉有多长 它就可以熟悉到多长 它就揉肉特别的地方 甚至这个纹路 就是纹路丝的 它是一般甚至这个纹路丝的 或者切的这种肉 它就要比刀切的那种鸡蛋还好 这个是狗排 就是我身上最好的 没受相间的 狗排 终于马途里想起 我带着来吃 配鞋最好吃的狗排 它闻着也不腥啊 狗排好吃啊 狗排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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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咸它应该是配那个烧饼吃 是刚刚好的 那我再来吧 你喝吧 谢谢 谢谢 哈哈哈 经常在看这个 谢谢 谢谢 我干一半 干了 哎呦干了 你做 吃饼 好 我尝一下它这个狗肚吧 你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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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品狗肚 可以看一下它这个狗肚包狗肠 狗肠在里边压的 它就是这种很多层次的 它是一吃感觉像吃那种 火腿的那种口感是吧 对 跟吃火腿肠一样 哈哈哈 它跟想象中的那种 肥肠不是一样的 口感完全不一样 这个狗肚包 这个狗肠子呢 它刚放到嘴巴跟前 就是有一种火腿的那种味道 它煮的很软很烂 稍微有点糯糯的 它并不是想象中的 像吃肥肠的 或者驴板肠那种 很可油痰的 这好吃 好吃 这可能不好买吧 不好买对 很紧张 来到晚上就没了是吧 对对对 来吧 我来加照美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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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